然后这里边是还有一个 报警器的检测 在它的中控台上 这里面写着异常情况 真总休息间曾红灯故障 目前已恢复正常 也就是说报警器中间被 屏蔽过 屏蔽过了 然后刚才这个氧气浓度的监控里面呢 有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当它被调低的时候 是一口气降到了 发现时14的 但是在它升高的时候 慢慢回 它不是慢慢回 它中间卡壳了一下 就是它现在大概这是 14%到25之间 拨纹了一下 然后再上去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就是它不是一下拧过去 我给你们画出来更直观一点 就是它前面的25的拨纹 是这样的嘛 然后它调低的时候 我一按按扭 它是啪一下下去的 然后一直14 14 14 然后当调回去的时候 是先到了这儿 再上去的 小高潮 这么着走 然后我发现了现场的三株蓝光草 还有地上的黄金土 散落的黄金土 这个是我后摆上去的 当时我不知道黄金土是什么东西 我只是说对比一下 它跟这个植物下面的是一样的 散落了黄金土 然后我还想请那个普通话补充一个证据 就是那个药 还有药啊 在这个公共区域发现了一瓶药 叫红葱葱 里面的物质呈现是红色的液体 作用于急性缺氧 服用后即刻起效 叫什么 叫什么 红葱葱 它不是导致人缺氧 而是可以治疗急性缺氧的症状 塑料就听完 就是凶手进去了 他要自己吃 对 要跟他同一空间嘛 是 自己喝了 他可以保持清醒 含氧很低 这个凶手 我们现在有一个制造 低氧环境的一个凶手 然后有两种进入低氧环境 且可以自由行动的手段 一个是带罐 一个是提琴科药 对吧 最后一个是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用的东西 是在真的休息时的门口的 垃圾桶里面点到的 什么东西 上面大概是一个别针 对 类似于一个别针的铁丝 干嘛用的呢 你是说开门吗 不知道 它下面有一个胶 胶上面贴的 有残留的白色的粉末的痕 我觉得这个白色粉末 可能只要是 它是贴在墙上的什么地方 但是我最后没时间去找了 就因为墙灰 我以为是这样 有可能是门锁的一个控制 我再说一下 我再找到的最后一个证据 然后我差不多开始说 我猜想了 可能我说完这个 有的人可能就已经能想到 我说那个不好的脑洞是什么了 就是这个安全提示是说 绿洲应急通道在中控室旁 从此处到应急通道的路程为 六分钟 也就是说从真总办公室 到中控室的距离是六分钟 那么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 根据我们一开始盘的时间线 死者死亡的时间 它是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它作案 一共只有半个小时创口期 但是这六分钟是一个非常 把这个时间线弄得非常挤的 一个硬性的规定了 因为我们通过整个这个手法还原 我们发现凶手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它首先得把这个干扰器 先得想办法进去插在那 插在那之后 它屏蔽了干扰 它才能去中控室做手脚 对不对 咱们先不说它什么时候进去了 但是它一插这个仪器 再走到中控室就花掉了六分钟 然后它要在中控室等 等十分钟这个针在里面开始 进入那种无力的状态 当然它不必等足十分钟 它差不多其实等四分钟 它得开始动也可以 反正就是说这十分钟它可以给它合并在路程里 但是它 至少得十六分钟 也是得花掉十六分钟 对不对 花掉十六分钟之后 它得回到中控室 把它的氧气给调回 这又十六分钟 然后它还要再回来 它还要再回来把U盘 把它的这个干扰器给去掉 拿掉 对 所以在这个半小时的窗口漆里边 它要走路和等这个氧气生效 它就要花二十八分钟 它动手还怎么得站隔两分钟 所以我有一个不好的脑洞就是 觉得这一案是双凶手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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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